但是有的话有月季越痒越差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是有三个方面没有做好 第一个方面就是病虫害的预防工作没有做好 让月季生了虫或是生了病 如果是生虫的话 这个叶片现在看起来这种绿油油的 如果得了红柱柱和牙虫 几天的时间 叶片就非常的难看了 一旦它生了虫 它就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 叶片就有一定的损伤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别人的月季在呼呼往上涨 但是你的月季停止在那里 僵苗不动了 或者是生病 它也是一样的 所以春天我们要做好病虫害的预防工作 这个月季苗 不管你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 有没有虫有没有病 你都要给它正反面喷一下杀菌杀虫的药 包括盆土花盆 最好都给它喷一次 上次有个话有的就跟我说 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拿到手以后 十多盆花全部都处理一遍 不行的话 给它单独隔离开 然后再喷第二遍 第二点就是光照 为什么要强调光照这一点 有的话有家里面的 其实这个光照条件完全是不够的 所以月季它长不好 这是必然的现象 有话说 它家里面一天 也就一个多小时 问这个月季 为啥一直不长 长不好 那就因为你这个光照 没有满足月季的正常生长需求 因为月季 它本身是比较洗光的 你又不给它光 那它肯定是生长不好的 将比较正常 你怎么办呢 你只能最大限度的给它提供光照 如果能搬到外面 尽量给它搬到外面 第三点就是水肥了 每一次我们拍视频都会给大家强调这一点 水肥和盆土 它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只有水和肥给它足够了 它才能够长得好 磷甲肥 蛋肥都要给它够 这样春天它才能够长得好 才不会浆苗 它的花苞形成的也比较多 养月季要想月季长得好 绝不是放在那里 没有任何的工作 它就能长好的 一定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